本土确诊人数是高居不下 第一线的护理人员的 他们的医疗环境就受到照顾吗 台湾护士工会理事长陈玉凤 在直播线上就爆料 拿出了一张护理人员 在休息时的照片 只看到他们 拿着纸板铺在地上就睡觉 他痛斥这样有把护理人员当人看吗 大家看清楚一点 你知道这啥吗 这个土黄色就抓帮你知道吗 纸板啊 纸板啊 护理人员睡在纸板上面 你们觉得护理人员确诊了 然后隔离在医院又照顾确诊的病人 然后睡地板 然后是这种纸箱铺在地上 请问一下我们是游民 我们是人脉 我们这样有被人的对待吗 一个健康的人都受不了 更何况是一个生病的护理人员 他怎么会受得了 睡这样子 讲了嘛 好歹来个陪病床吧 不好意思 没有啦 告诉你护理人员的压力 我跟部长讲 我们护理人员压力大到什么样子 2022年的时候已经是8.03分了 第一年的时候整体护理人员的压力分数只有5.82 第二年的时候是6.97 第三年的时候是8.03分整体 未来两周将会是全国疫情高峰期 全台20个县市陆续拍板 要延长一周的远距教学 但是教育部坚持不能够提前放暑假 专家警告 孩童疫苗打完之后 也要两到三个礼拜才会形成抗体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恢复尸体课程的话 对孩子来讲风险太高 未来两周全国疫情将持续飙在高峰 各县市陆续拍板远距教学再延长一周 台北 基隆 台中 南投和宜兰等县市 视频课程延长到6月2号 而高雄 台南 嘉义和台东 远距课程至少延到6月5号 疫情还在高峰期 我们不想说这高峰期又一个波跌上去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延长上是 国小国中高中继续远距教学 里面互测的幼稚园也就跟着停课 那私有跟一些独立的幼稚园 我们就尊重他们的意见了 全国已经有16万学生确诊 光小学生就超过5.5万人 北市国三高山一路停课到6月 但教育部还是坚决反对 其他年级提前放暑假 应届要毕业的学生 以及毕业后相关新生入学的权益 影响面非常的大 教育部并没有规划 以提前放暑假的方式来进行 专家提醒学童刚要打BNT疫苗 也要等到2到3周后才会有抗体 甚至有学校6月中才能打 换言之学童得到6月中 或是6月底才会有抗体 家长和专家炮轰 若是硬要学生上实体课风险太大 教育部说担心影响学习 难道去学啵啵吗 该拿命去赌吗 疫情最严峻的高峰期 孩子们该怎么上课各线是且暂且走抗病毒 记者杨七号说过号 SNG小组台北报道 美国CDC最新的长新冠研究报告出炉 确诊的成年人 每5个人最后有一个人会有后遗症 主要会造成你心脏肺脏 还有肾脏等三个西弯的损害 国内目前已经有超过150万人确诊 到底该怎么样才可以免除这些长官后遗症呢 国内150万人确诊 到底谁能逃过后遗症甩开长新冠 由中医引用皇帝内经判断 古书上说 正气最强也就是抵抗力最强的两大族群 分别是24岁到48岁男性 以及21岁到42岁女性 在没有慢性病的前提下 最能摆脱后遗症长新冠 在中医古典籍里面 他把这种就是染病之后的一些身体模型状态 这叫做菜后劳腹 健康的成年人 一般如果没有特定的慢性病 那没有这些的相关的一些疾病的话 那可以不用特别担心 但专家提醒确诊后三个月内 假设有这些症状 要小心后遗症已经找上你 一般来说多半是以心肺 这方面的问题为主 遗传心剂疲惫 那还有腰酸背痛 那这部分的话可能要寻求专业的 不管是中医或西医 而根据美国CDC最新长新冠研究报告 感染新冠病毒成年人当中 每五人就会有一人至少受到后遗症所苦 主要造成器官损伤最多的三部位 则是心脏肺脏跟肾脏 而且Delta跟Omicron的后遗症很不一样 想要避免长新冠 专家说终极关键是打买三剂疫苗 不但能预防新冠重症 对于摆脱长新冠有限注功效 介绍黄一俊黎一璇台北报导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投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不要忘记 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